萨奇 到底有没有小鸡鸡? 从前对马克思来说,一切都很简单清楚 第一,有些人有小鸡鸡 第二,有些人没有小鸡鸡 第三,有小鸡鸡的人比没有小鸡鸡的人强壮多了 当然,马克思是属于有小鸡鸡的咯 哎,没有什么好抗议的 从盘苦开天以来,事情就是这样 你瞧瞧,例如这些长毛象 在长毛象的时代里,有些长毛象有小鸡鸡 有些长毛象就没有小鸡鸡 到底谁会比较强壮呢? 所以马克思非常得意自己是有小鸡鸡的一员 不过,女孩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然而,这也不是他们的错 对马克思来说,女孩子就是少了某一样东西 不过,这些想法已经成为过去式了 因为萨奇来到了马克思班上 我跟大家介绍新同学,这是萨奇 老师说,刚开始的时候 马克思只会嘲笑萨奇 哎,他只是个没有小鸡鸡的人 只会玩洋娃娃或是画些可爱的小花而已 可是有一天,画画课时发生了奇怪的事 萨奇正在画画 哇,你很有天分啊 老师一边说,一边将萨奇的画拿给大家看 画纸上并不是可爱的小花 而是一只巨大的长毛象 这个女生到底有什么毛病啊 接下来的好几天和好几个礼拜 马克思常常问自己 这个女生到底有什么毛病啊 因为萨奇除了会画长毛象之外 他居然还会踢足球 还有一辆男生的脚踏车耶 他很会爬树 而且爬得比马克思还高 每次打架,他都一定会打赢 天哪,这个女生到底有什么毛病啊 马克思问了自己好几千遍一样的问题 于是,一个想法跑进了他的脑袋 他告诉自己 萨奇一定是一个很特别的女生 他想,萨奇应该有其他女生没有的东西 没错,就是那个 萨奇是有小鸡鸡的女生 属于没有小鸡鸡的一群 但是又有小鸡鸡 这一定是伪装 马克思决定要把这件事查个清楚 等他一找到萨奇有小鸡鸡的证据 他就要告诉所有的人 然后就没有人会跟他一起玩 绝对没有 说到做到 于是马克思开始偷偷跟着萨奇 到处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例如从厕所的门 下面偷看时 他发现 萨奇是坐着而不是站着 但是 好啦 这又不能证明什么 每个人都可以坐着上厕所 又有一次 马克思在萨奇的家里过夜 不过很不幸的 萨奇在浴室里换衣服 当他出来的时候 身上已经穿着 有长毛像图案的大睡衣了 这天晚上 马克思什么都没有发现 还有其他的晚上和白天 都是相同的情形 唉 这种调查实在是不简单啊 接下来的是几个白天和晚上 也都过去了 结果还是 什么都没有看到 夏天到了 萨奇和马克思在露营时相遇 当他们的爸爸妈妈 正在搭帐篷时 他们喊着 我们要去摇摇咯 萨奇和马克思 急着到海边玩水 所以完全忘了要拿泳衣 等他们跑到海边 萨奇才想起 自己忘了戴泳衣 糟糕 我们必须回去才行 萨奇大叫 马克思觉得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于是他说 没关系 我们什么都不要穿好了 马克思 马克思以为萨奇不会答应 不过出乎意料 萨奇很快地说 好啊 接着他开始脱衣服 刚开始时 马克思只看到他的屁股 不行这还不够 只是看到屁股的话 还是什么都不知道 突然 突然 萨奇转过身来 就在这个时候 马克思一脸目瞪口呆的样子 他结结巴巴地说 你 你 你没有小鸡鸡 萨奇惊讶地看着自己的肚子下面 他说 嗯 没有 可是 我有小妞妞 然后 噗通一声 他就跳到水里面去了 从此以后 对马克思来说 世界 世界 再也不一样了 以前 世界分成 有小鸡鸡的人 和没有小鸡鸡的人 现在 世界分成 有小鸡鸡的人 和有小妞妞的人 啊 原来是这样 其实 女生 什么也不缺 马克思一直以为 有小鸡鸡的人 没有比小鸡鸡的人 强壮 直到萨奇来到 马克思的班上 萨奇不但会画长毛像 还会爬树 而且每次 打架都赢 马克思觉得很奇怪 他想 萨奇 一定是有小鸡鸡的女生 于是 马克思 决定要解开这个秘密 小朋友 你是属于 有小鸡鸡的人 还是有小妞 小妞妞的人呢 不管 你是属于 有小鸡鸡的那一群 或是 你是属于 有小妞妞的那一群 男生和女生 都有各自的优点哦 那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